墨西哥中部一个家庭的11名成员 包括两名小孩 昨天命丧枪口下 当地的警方接获投报之后 在凌晨10分赶到案发现场时 发现了包括老老少少 一共11具遗体 还有两名女孩受到重伤 送院抢救 警方还在调查这起灭门的惨案 究竟是涉及犯罪团伙 报仇还是家庭纠纷 这起灭门惨案 10号凌晨发生在墨西哥中部 普爱布拉州两处民宅 警方接获投报之后 在凌晨3点30分左右赶到案发现场 先后在两所房子内 发现了11具遗体 11名死者来自同一个家庭 身上都有枪伤 案发后死者的家属到检察官办公室等候消息 但是都拒绝受访 初步调查显示 几名枪手步行到距离这个家庭不远的山区外 多次朝房子开枪袭击 之后徒步离开 当局正在调查犯案的动机 不排除涉及组织团伙复仇 或是家庭恩怨 NTVT中科报道